为什么需要,其实你会发现在Google上面打开放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蛮多,像政府机关等等的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里面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资料级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当然有一个类别 是按资料的格式来做分类 其中的话你会发现最多的看起来应该还是CSV 其实跟Excel我觉得还蛮有关系,因为Excel里面的话直接就可以开启CSV的档案 只是说会有乱码问题,如果有乱码的话你可以把它存成ANSI就不会有乱码了 另外还有一个Jason的档案格式 Jason的档案格式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他今天给你一个开放资料 那你将来如果要处理的话,比如说你要把它做成报表 然后要产生图表 那第一个你要怎么 至少你要先读到Python里面 然后再针对你要的栏位 抓出来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一题 可能有50个会员,你只要抓其中10个会员的两个栏位 你要做报表的话 OK,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如何去抓取 比如说像这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随便点一个,好像这个 他里面就有Jason的格式 那你可以看到,显示更多这边 他有Jason格式,你可以预览,也可以把它下载 比如Jason,我预览一下 他这边有一个Jason的 不过他把它打开了 打开的话你会发现 我用那个什么,祭司本来开好了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开这个档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祭司本有点太阳春了 我建议你们可以用那个 另外一个软体叫Nord Pay++ 祭司本++ 它开起来会是彩色的 至少看起来不会像这种黑色 不过你可以看到一个关键,什么关键呢 外面是什么 中瓜壶 中瓜壶你就要想到它是串列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来个资料 你先丢到串列就没错 第二个的话它里面还有什么 大瓜壶 大瓜壶我们刚刚讲过 有没有字典 所以如果你要抓这里面资料 第一个你要先放在串列里面 第二个 你在把这个串列里面的字典分别拿 它可能不止一个字典 你要把字典分别拿出来 然后再看到里面一定有开key value价格 key value key value的价格 有没有 有没有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抓这个资料之前 你要懂得所谓的串列跟字典 否则说真的 你网路上或者未来人家给你的资料 你就没办法解析了 那你没办法解析 当然你就没办法做后续的报表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你要如果解析这些资料 那我们现在讲的主要就是要对应到未来 我们会用到的这种形态需求 OK 网路上太多这种 所以以后如果你可以马上一看 就知道我要怎么去 把这资料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 我要怎么去 把 我需要的那些资料 把它 提取出来 然后做成一个报表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需要学习的 未来如果你可以很快做出 很方便的 以后 政府只要有开放资料 你就去get他就好 而且你根本也不用去开档 反正你就到网路上把它抓下来 然后马上就会产生对应的 报表跟 需要的 图表 OK 视觉化的所有的结果 马上一目了然 你要画什么图 马上可以一下就画出来 这样子的话大家相对的就一目了然 比如说 这些是什么 这些应该都是有一些经纬度的 OK 黏约等等的 那当然你可以 如果你 不知道 会用字典的形态的话 那你要来处理 就会有问题 入帧的分布 诸如此类的 我只是取个例子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刚刚主要是输入成绩 不过输入成绩 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必须一个一个慢慢输入 我觉得太花时间了 所以呢我们 需要做的第2个练习 请各位 再把什么 我们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学生成绩好了 这个学生 我们自己用过 请各位把这个学生成绩怎么样 把它先下载下来 下载成csv好了 OK 一样下载成csv 我们这个好像之前讲过 那未来当然 甚至你不用下载 现在期一般 不用变档 以后的话 你会发现 Google提供一些功能 什么功能 你可以用什么 发布到网络 有没有 你可以把 这一个 比如说这个 是一幅的工作表 把它发布成什么 发布成 你 就像那个台平政府一样吗 他不是提供给你一个 网络的开放资料 的 位置吗 那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Google 你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你也可以成为开放资料的来源 有点像是什么 你就是等于把资料库放在云端上面 以后的话你就抓我这个来源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对应的 最第一手的资料来源 OK 也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发布资料给厂商的 比方在厂商说 你给我资料 那你想说怎么样给资料最方便 以往的话你 最笨的方法是email或者是什么 用随身碟 应该 最方便 我是觉得你干净用这种发布给他就可以了 你把这个位置给他 但是你可能要 对方如果不会 做后续的你可能甚至你就帮他写一个程式 帮他去可以get这些资料的话 那当然就方便许多 OK 这个我后面也会讲 如何透过Google帮我们做一些 发布的动作 以后的话你也可以成为 发布 资料来源的 算是一个什么 一个 Source 你的来源 你就从这边 那以前可能都要自己驾车 但是如果说你懂得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公有云 其实很好用 而且稳定性都还蛮高的 所以你倒不如用这个来做 那今天的话呢 当然我们还没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先把它下载 下载成 CSV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因为我刚已经下载了 在这里 学生成绩 一幅 按右键之前有讲过开启 记事本 那你会发现另存新档 因为是Google 所以他一定是编码方式 一定是UTF8 OK 那如果你今天假设UTF8 他预设好像是用 Excel来开 如果用Excel来开的话 直接开起来一定是乱码 这之前讲过 如果你要让他不要是乱码的话 还记得吧 这个还蛮好用 按右键 再用记事本来开 把它另存新档的时候 存成什么 ANSRI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从网路上给你的CSV 大概可以知道说 他是不是用 Excel或微软的Solution 因为微软存起来就会是ANSRI 但是如果你是用其他的 比如说你是用LibreOffice来存的话 那应该都会存成UTF8 可能性会比较大 OK 那我们就不要改了 我们就用UTF8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把这些成绩 帮我读到字典 OK 之前我们是用List List 因为List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的资料 所以我们用Split 切割之后的话 然后再分别 怎么样 把它做后续的处理 之前好像因为有四个栏位 所以我们给四个串列 A B C D 可是如果今天 我要用字典的话 该怎么做 我如果 不要用 所以这一题的话 重点应该是摆在什么 如果不要用 这个串列 而是用字典的话 那要怎么做 OK 后面当然也是要做出哪一个科目 是 哪一个人最高分是几分 比如国文最高分是几分 然后是谁 OK 那这个地方要该怎么做 我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 请各位先下载这个 那下载下来的话 位置一定是在 下载里面 所以你就 点一下上面吧 上面有个 有个路径 我跟各位讲过 建议还是用复制贴的 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贴上来之后的话 我来先 演示一下 也许这个是做完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 就是会把什么 把某某人的成绩 是 三个科目 国文、英文、数学 然后第2个人的成绩 第3个人的成绩 第4一直到丁大宇 OK 就是刘晓华到丁大宇 那总共的话 这边有 2、4、6、7个人 不过请各位看一下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字典有个特性 就跟第10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在 字典里面 我们理论上应该是 几个人 这应该是 第2列到第9 应该有8个人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输出结果只有7个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在这里 这里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边有个丁小语 这边还有个丁小语 有没有 也就是说 我故意在里面 放一个重复资料 但如果你之前是用例子来做 那 你就找不到重复资料 但是如果你用 你用串列来做的话 你就找不到 重复资料 可是字典的话 他就会默默的在 背后帮你 把重复资料 剔除掉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完全 不会告诉你 反正你有重复的 比如说我读到丁小语 这里已经读 有丁小语了 下一次我遇到丁小语 他这一笔 就等于是 他不存在 他就直接跳过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将来用到字典的话 可能要注意 他不会告诉你 会有重复资料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阶段 如何 把外部资料读进来 然后 分别姓名 然后把后面的成绩列出来 大概 几个重点 这个跟前面的 做法差不多 第1个的话 一样open open 什么 给他一个路径 我用外部的 然后 encoding the utility bar 因为我们是从Google 来的 所以记得要encoding the utility bar 然后我用什么 realize 意思说把里面的资料全部读进来 所以读进来的话 他会读到一个串列 OK 那读到一个串列之后的话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 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list 把它 print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的话 就是每一行每一行的资料 都帮我读 有没有 先读那个标 这个是 栏位的名称 后面会加一个换行 第1个人 第2个人第3个人 所以理论上 我们应该是 这个蓝货名称不需要 这个我不要 所以 他是放在index等于0的位置 所以我不要 所以将来我可以 index从1开始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 然后另外记得这个最后会有一个换行 就要把换行拿掉 但是他这个资料 他是放在 一整串里面 所以他是用 Splitter 才记得 Splitter的逗点 把它分开 本来是 一串 切开来变4个 一条 像蛋糕一样 一条 给4个人 切开来就Splitter Splitter的话 再分别放在 我们需要放的地方 但之前我们是放A B C D 4个list 但是今天的话 我要把它切开 这个放在什么 Key 这三个放value OK 所以要怎么样放 这后面的话 我大概 提供一些 方式给各位 所以这边后面的话 我把它复原一下 这个 这里就把它复制掉 这个全部读 我们不是全部读 这个是 For I For LINE 这个list 这个是For H的写法 但是我们不是要全部 我们是要从 D 跳过那个栏名称 所以零不要 OK 到最后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把读进来的东西怎么样 Splitter到 S2 这个也有印象 OK 然后把什么呢 把姓名 姓名是放第 第一个 Index等于零 然后后面东西 全部在什么 把它串在一起 并且把这个最后的换行拿掉 所以基本上 有点像那个 那个里面的话就放什么 Key 一个姓名 然后放三个成绩在里面 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的话 可以这样 我就一样 把它注解一下 Print 最后的那个什么呢 把字典这个结果呢 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放这样子 你会发现 就是一个什么 Key 就是放它的名字 Value 就是放它三个成绩 OK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也可以 不然的话 Key Value 它变成它有三个成绩怎么办 之后当然呢 你放三个成绩 你就变成说你把Value 抓过来之后 你还要再处理 OK 那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处理 基本上我就把 当然我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 就是分别把 这个Key跟Value放两个串列 然后最后的话 Format 再把Value里面的资料放在后面 当然你直接执行的话是比较简单 这个是Key 这个是Value 有没有 三个成绩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大瓜糊 第一个就是放Key 第二个大瓜糊就是放什么 放它的三个成绩 就这样而已 OK 可是后面的话呢 我们希望能够进阶 怎么样做 所以请各位 第一步先完成之后 那想想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帮我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后面部分的话 我们就 把它改成什么 刚刚是列出上半部 下半部可能要自己再想想看 上面 下面 这个里面到底谁最高分 国文总分 意思说帮我把这些成绩加总 几分 平均多少 那国文最高分是谁 然后呢 英文最高分是谁 数学最高分是谁 这个之前有做过 只是说还是用字典的形态来做 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一道题的话 云端上有参考 是在 第40页部分 原始码我是放 第40页 不过那个路径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 参考的原始码是放在低点 如果你假设下载的位置 只是在download 你可能要把路径改一下 你可能要把路径改一下 你可能要把路径改一下